这里是澳洲中文电视台 代表健康饮食的寿司人人喜欢 但新鲜美味又好玩的寿司却不是随处可以吃到 现在吃货们有福气了 来自日本的品牌寿司店元季寿司已经登陆澳洲 并于8月18日在悉尼市中心正式盛大开业 其实在开业仪式以前 这家被称为澳洲第一家的寿司店 已经试营业了三个多月 用iPad点单 用电动火车送餐 是这里与其他寿司店最大的不同 很多寿司店的传送带都是回转型的 但这家元气寿司使用的是轨道 这样的送餐轨道分为上下两层 客人通过iPad下单之后 厨房会立即得到通知 短短几分钟就可以把食物送到客人手边 我们这边最大的销量都是三文鱼 那我们的三文鱼是直接来从Tasmania那品种 然后而且我们是经过我们的厂家 就是帮我们挑选 那我们就会限制它以不同的 就是会是最大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tuna 就是我们的tuna就是每一天早上 都会新鲜地运到我们的餐馆 就让我们的厨师就会现场的去处理 我们也会空运进来 有一些就是日本原产地的 比如说那些棒类 就是我们不能在澳洲找到的 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 寿司起源于东南亚的湄公河 后来传到中国南部 在八世纪左右引入日本 真正的发扬光大也是在日本 对于餐饮行业而言 用餐体验只是一部分 美味可口的食物才是根本 这恰恰是这家元气寿司店 最具竞争力的地方 这家店的区域总经理Dory告诉记者 澳洲有最好的海产品 最好的原材料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比如店里目前最畅销的三文鱼和吞拿鱼 就是每天早晨由供应商精心挑选配送来的 而且他们的主厨有超过20年的日式料理经验 此外元气寿司平均每周都要从日本空运一批 最新鲜的棒类米醋紫菜和茶 这也是元气寿司与悉尼很多寿司店不同的地方 我们永远都要拥有技术 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个技术的设计 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个设计的设计 为 Genki Sushi 我们可以尽量鲜鲜鲜鲜鲜鲜鲜 为了把最好的寿司产品呈现给悉尼的日本料理爱好者 日本元气寿司总部专门派出了三位代表出席 与其说是请悉尼的食客品尝寿司 更是把寿司这种独特的饮食文化更好的传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